我们非常荣幸地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下午的动态联盟的会议 我跟我的同事呢今天下午一起主持 首先我想要先讲一讲我们的这个动态联盟也叫DC 他跟IGF是一起在06年在雅典就开启了 那你可能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 他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好像挺奇怪的 原因非常的简单 因为有很多的人呢希望这个是IGF每年全年无休都要开展工作 那有的人就不喜欢这个 他说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个动态的联盟 让大家就某一些问题呢 我们可以举办不同的这样的小组 就相当于兴趣小组一样 然后呢开展工作在避讳期间 后来呢取了这个名字叫DC 当时呢是从雅典就开始了 现在一共有28个动态联盟 从去年开始呢 过去几年啊 我们就每个DC都要跟我们分享他们做那些工作 今年我们的方法稍微有一点不同 Yuta一会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新的做法 目标呢就是希望我们DC聚合在一起能够给IGF的主题做出贡献 下面呢我把麦克风交给Yuta 他介绍一下我们的这场会的目标 感谢感谢Marks 他刚才讲到了我们现在已经有28个DC 一大共同点 就是有三个层面 第一呢 都在针对解决人权的问题 确保大家能够 在数据空间里面也能够行使他们的权利 而且呢这是遵循联合国的普世人权的 所有的DC呢都希望能够帮助实现释放目标 加速其进程 这也是我们今天这个场会重点讨论的小组 而我们每个DC呢都会去盘点一下自己的工作 讲一讲他们的工作如何跟SDG相关 跟持发目标相关 工作之间又是如何彼此联系的 第三 很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DC会跟自己的社群进行互动 跟个人和组织都进行合作 是除了我们的这个IGF的生态系统以外 开展合作 我想要引用一下 李君华副秘书长的发言 他说我们设定了2023年的IGF的日程的时候 他讲我们的整个议程的时候 就第一天啊 他就希望我们能够齐聚合力 加速使用数据技术的应用 来加速实现SDG 提高基础设施和数据的能力 弥合数据的鸿沟 同时呢 加强各国之间的在这方面的合作 我们也希望作为一个起点 进一步的扩大我们的DC的框架 然后呢 帮助各个社区能够实现持发目标 下面呢 请Mac开始提问 我们今天是这个会场很大哦 也鼓励大家可以走到前面来 跟我们进行互动 或者说我们后面的同事 也可以坐到前面一点来 这样我们可以更加亲密一点 进行更亲密的互动 我们今天呢 一共请了四位专家在现场 还有一位呢 在线上 另外呢 我们介绍一下Lisa 她是来自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我想问问她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们如何确保在数字时代 确保人权 确保她能够加速SDG 那我们是不是需要OER 来开发 或是加速SDG的实现 保护人权 非常感谢啊 感谢邀请我参会 我想要说OER 就是开放教育资源的 这样的一个联盟呢 我们是 今年年初一月份才加入DC的 OER DC呢 现在已经成立了四年的时间了 是教科文组织 创建的 当时呢 她建议我们要用开放的教育资源 一会儿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什么意思 当时呢 是19年11月份提出来的 后来呢 我们这个DC呢 就成立起来 希望能够要加速 实施 OER的建议 教科文组织的建议呢 它是一个框架 193个国家都签署了这个 准则的法律框架 也就是说 大家讨论到教育的时候 到遵循这样的准则 我们的DC有150多个 有500多名成员 是新冠疫情开始了以后才开始的 但很多的工作都是在Zoom上面召开 就只是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 我们才开始在线下开会 我们这个动态联盟呢 有五个部分 一呢 就是所有利益相关方的能力建设 第二呢 要开发支持性的政策 第三呢 要能够确保 能够获取高质量 多语言的这样的教育的资源 要平等包容性的获得 第三呢 就是要在国家和地区的层面 还有机构的层面 要打造可持续的这样的OER的标准 我们是希望能够促进 和成员国之间的合作 回答您的这个问题啊 因为我今天是第一个发言嘛 所以说我想说教育是一项基本的人权 我们怎么样确保大家能够去理解 或是知道人权呢 需要支持 那它必须是开放的 透明的 共享的 可以随时获取的 因为支持的自由流通非常的重要 在座的各位来这儿来 是因为你们都在 做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让大家都能够上网 但这些设备上的这些内容也非常的重要 这些信息也非常的重要 所以OER是希望这些教育的内容能够是可以免费的获取 而且呢是实现了本地化的 有本地的语言和文化 适合当地的这样的背景 而且呢还要有互操作性 能够跟其他的平台和互联网和图书馆都能够使用 而且教育法方面呢也要都是符合标准的 那如何讲 就是关于这个 执法目标的加速 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学院 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这个执法目标 它其中的一条呢 是关于奇变 有的是关于环境 那你有这些开放的就免费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呢 你就能够帮助提高大家的能力 让大家不仅仅去了解什么是执法目标 然后去了解我们到底需要知道些什么 这才能够真正的在促进SDG的目标的实现 我想强调它这个开放性的重要性 我们过去呢听到了很多的例子 大家可能知道 试行它有一个知识资源中心 之前呢是不是开放的 但那些知识现在你都找不到了 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这样一些 开放性的知识和资源 教育性的资源 它不是存在在某一个地方 而是说一个系统 就是说系统坏了 那知识就没了 所以OER它非常的重要 它是分布式的这样的一种存储方式 所以我们需要开放 我觉得这周我们听开放这个字呢 还不太多 我们讲到了开放式的教育 开放式的数据 开放式的科学 还有要开放这种 可及度 权限 权限 开放的权限 我们现在呢就是要让 所有的学习者呢 他们都能够 获取免费的获取这些知识 包括那些传统被边缘化的这些人群 这就是我们的观点 OER的观点 在这个重要的议题上 非常感谢Lisa 给我们介绍了 开放和开放式的教育资源 是什么意思 以及它的重要性 现在想请Mohammed Chibir 发言 他是代表我们关于 可及性和残疾人士的DC 这是比较早的一个DC了 我们知道 当时我们还是 是2000年有8个 千年发展目标的时候 您就一直在跟我们工作 您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讲一讲 上网如何能够帮助 我们去弥补 残障人士的缺陷 更好的去理解 这个可及性的问题 非常感谢 给我机会发言 感谢您的问题 刚才讲到了 我们的这个DC 这个动态联盟呢 确实是IGF 系统里面最早的一个DC 我们的目标 就是首先 要让IGF和他 就他线上线下的都是 内容都是可及的 同时呢 给出一些建议 包括给出到线上线下的这些活动 提出一些关于可及性的一些建议 今年呢 我们 又开始做一个视频 帮助残障人士 我们第二个目标 就是整体上 要让网络的空间 让残障人士也可以使用 为此 我们DC呢 秉承这样的原则 就是我们的 一切的努力 都是要让参战人士 能够来参会 我们很多时候都 发现在IGF的早些时候 我们就发现了 我们要让更多的参战人士 来参会 但我们知道 那就需要更多的资源 包括金融的 经济的资源 以及还要花出更多的努力 所以今年呢 我们有三名来自不同的地区 一位来自非洲 一位来自亚太 还有一位来自欧洲 都给他们提供了资源 提供奖学金 这是谷歌和Winsurf 我们的互联网支付 能够帮助他们 满足他们的可及性的 这样的需求 来帮助他们来到京都参会 同时呢 也能够参与我们的讨论 做出贡献 我们不仅仅是帮助这些人士 同时也帮助当地的参战人士 我们专门有一场会 就是10月9号 我们有两位参战人士 是来自日本的 他们来参会 进行了讨论 下面我再来回答您的这个问题 我们在这儿讲的是 还没有上网的人 上网 没有上网的人呢 讲的是这27亿人吧 有可能是26亿人 就是还没有联网的人 但我们这个DC呢 我们的目标是不一样的 我们代表了13亿残障人士 这是不分性别地域和国界的 我经常讲 能够获取最先进的这种技术 你可能这个设备是最先进的 然后这个联网的速度也很快 但这些上面的内容 它可能没有办法 让一些用户 能够去获取这些内容 这是需要一些特殊的帮助的 你知道需要一些视频啊 音频的一些帮助 才能够实现 因为这些软件 这些设备 这些平台 他们当时设计的时候 就没有考虑到 残障人士的需求 就没有产生这样的内容 所以参障人士 可能就没有办法 获取这些内容 最好的一个例子呢 就是 IGF网站上的一些信息 2023年的这些信息 那我们的这个DC 就是要致力于 让残障人士 能够加入这样的讨论 我们希望让残障人士 直接来参会 发言做出贡献 再说到加速执法目标 再跟这个千年发展目标 联系起来 不幸的是 签力发展目标 它没有关键的一些指标 来帮助残疾人 但幸运的是 十八目标中 是有这样的指标的 而且好几个十八目标 都有这样的目标 都有具体的指标 要求我们要去满足 残障人士的教育 就业的需求 包括要发展智慧城市 能够获取不同的资源等等 所以呢 我们确实实在 释放目标中 是有这样的指标的 参战人士呢 也在参与这些倡议 再说到 这些指标的落地 我觉得我们 完成的不尽如人意 有一个调查 是2022年 对100个网站进行了调查 里面就表明了97%的这些网站 都有一些可及性的问题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我们真的是还有很多的 未尽之夜 才能够真正的去弥合 这个鸿沟 就是 有和没有的问题 我不是指的是南北的差距 而是指的是 比如说在北方就有的 这样的鸿沟 我们有这个技术 但是呢 有可及性方面的障碍 那么 用户呢 这个由于这些障碍呢 他们就不能够 参加线上的这种空间 因此呢 没法参加这个SDG加速 这样的SDG和其他这些加速的过程 谢谢穆罕默 在IGF具体的层次呢 其实呢 这个我们已经做了很多的努力 确保更多人能够参加IGF 感谢你提出这个重要的问题 现在我想请 Handor Pizan 他是在黄安顿 他是这个代表 叫核心互联网教职动态联盟 能听见吗 听得很清楚 你们能听到我吧 是的 是的 没问题 好的 我们 讲到开放 对互联网价值非常重要 我们讲很多 人工智能啊 我想问一下您 人工智能对这个核心的互联网价值 是否有威胁 或者是互联网怎么样进行部署来促进这个互联网的核心价值 可能连接不是特别的好 很抱歉啊 声音 不是特别的好 抱歉 很高兴 见到大家 我觉得 人工智能 以及这个互联网之间是一种双向的挑战 人工智能 那么 人工智能有 也就是说 生能性的人工智能 它是其中的一个人工技术 它是基于这个大型的语言模型 受到大家的青睐 也就是说 你 你通过提问 那么这个 通过人工智能可以进行解答 但是它的应用范围广得多 不过呢 这个生能性的人工智能 它只是人工智能的一部分 还有其他 很多 这样的技术 人工智能呢 已经用在很多的算法上 来提升了互联网的能力 还有 那些运营的负责网络安全的人 他们很多年一直在用AI 所以呢 毫无疑问的是 人工智能 绝对对互联网 还有对 提倡这个可及性 开放性 还有这个可扩展性 都是可以做出贡献的 但是呢 挑战是 有这个好人和坏人 这样的说法 有很多黑客 他们也使用互联网 他们投那些密码 来破坏互联网的安全 而且呢 他们影响到这个 对这个互联网的进行攻击 我们要吸取教训 因为 我们 互联网 治理网 这个研究的历史 已经有30年了 可以吸取 很多的教训 而且利用我们 这个 多力相关方 这样的框架 比如说 这个 减少各国的冲突啊 还有减少对数据的操纵 所以这些呢 都是生成是互联网 这个威力所在 我们没有一个统一的 这个负责互联网治理的机构 比如说使用这个统一的DNS 没有类似像 ICANN DNS 当然 我们有这个 这个 打击这个 钓鱼问题的这些 专注的小组 他们主要是从事某一方面的工作 也就是说 他们针对了一些恶意软件 采取行动 而且呢 他们可以适应不同的文化环境 或者是传统啊 不同的法律框架 也就是说呢 通过这个 挤压 收紧这个监管的 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呢 我们完全可以吸取这个互联网治理方面的教训 然后呢 用于解决这个方面带来的一些挑战 谢谢 感谢这个您介绍的 感谢您所做的这个工作 AI可以造福 但是呢 也会带来一些挑战 现在请 阿伯利多瑞 他是物联网的 这方面的工作的负责人 DC IoT 我觉得是联盟 这个发展最快的一部分 所以呢 在物联网方面 就有丰富的经验 那么人们怎么样 从IoT 这个获得福祉呢 大家一直在讲 以人为本 所以我的问题是 就对你 对物联网来说 你觉得动态联盟 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来落实 这个 确保我们的互联网是开放和包容 而且呢 确保我们的独立相关方的参与 我们已经做这个事情很久了 那么动态联盟开始的时候 那么并 那么并没有 就是所谓的 这个物联网无所不在这样的情况 当然这后来变成了 我们努力的方向 所以呢 我们发现有一点真正重要的是 就是怎么样互动 怎么样处理他们 用一种造福人类的方式来使用他们 我们 我们一开始做IoT的时候 我们的决定啊 要确定一些原则 一些最佳的实践 来发展 来发展我们的物联网 那么这个跟这个 动态联盟核心互联网价值的工作 几乎是同步的 所以呢 讲到我们应该怎么做 来确保 IoT 那么 那么真正以人为本 因为他跟 无论是这个 这些物联的 互联的万物 所有的城市 能够消除 把风险控制到最低 造福人类 而且呢 确保大家呢 就是不是说用恶意的方式 而是用善意的方式来利用它 怎么样来确保 我们收集的数据 然后呢 用合适的方式来收集数据 和存储数据 所以呢 08年 我们开始 开始讲这个事情 然后到18年 IoT 这家实践出台了 主要是聚焦于 他们对人什么样的方式 怎么样用 以人为本的方式来利用它 我们在审视这些价值的时候 那么 他们 首先要有一个崇高的目标 然后呢 我们考虑SDG 这个维度 也就是说 怎么用IoT 来实现 SDG的目标 我们 逐渐过这个清单 比如说 零饥饿 消除饥饿 我想这个都是在 每个文化都有这样的 目标的 然后呢 促进卫生 用IoT 来这个促进人类的健康 还有这个水和卫生 还有买得起的这种能源 体面的环境和清洁的空气 等等等等 也就是说 可追发的目标 几乎所有的这些目标 都可以通过 物联网的方式 通过收集数据 来加以推进 不光是这个收集数据 同时也可以 带来实践和行动 只要我们有种 合适的安全的方式来控制 所以呢 我们这些程序已经到位了 现在开始研究IoT的影响评估 我们怎么样来做到这种 合适的接入 可及 怎样 怎么样那些过时的目标 被及时的剔除 这就是我们所做的工作 进行评估 然后呢 出一些工作的成果 好 这个 带一个就是具有人的界面的 IoT Fill 它是这个互联网价值的青年联盟 我想问一下 年轻人 在这个跟踪SDG方面 青年人和互联网的作用 那么 你对互联网治理 这个未来的发展有什么的预期 这方面成功一些经验和 感谢 很高兴在这里 参会 作为一个年轻人 跟那些年长的高级的专家 坐在一起感到 非常的荣幸 分享一下 年轻人在互联网上碰到的挑战 以及这个年轻人 怎么样融入社会 怎么样来为实现SDG 做出贡献 我们面临的一些困境 以及在打造美好未来的时候 我们的一些想法 当然 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有些比如说 在这个疫情的时候 我们用很多的上网 很多年轻人上网 同时也为社区做很多的工作 我们赴能年轻人 鼓励更多年轻人 在线上做更多的工作 同时 净零排放方面 亚洲的净零排放 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 动员更多的人 支持更多的年轻人 来参加这个互联网治理 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做的 支持年轻人 在社区总发出我们的声音 需要接触更多的人 年轻人 年轻人 当然比较擅长 喜欢这个技术 但是呢 他们有很多的挑战 在本地社区的参与 国际社会的参与 一方面 互联网呢 是创新的 年轻人 非常的重要 他们需要参加 这个互联网治理的过程中 来宣传 这个要减少太盘放 也是非常重要的 范团中 国家的年轻人 很多时候 他们不了解 互联网的影响 也不太了解 互联网怎么工作的 如何影响 我们的日常生活的 社交媒体 使用很多我们的数据 我们敦促 年轻人 2020年的时候 2020年的时候 鼓励更多的人参加 2022年的IGF 而且呢 我们敦促他们 更加积极的参加 互联网治理 有更好的了解 更积极的参加 但是呢 有很多的挑战 尤其是资源方面 这个钱的问题 时间的问题 那么我们 我们不光要讲 要采取行动 而且呢 我们还要学习 所以 所以呢 事情是很多的 而且上网也越来越贵 为什么呢 显然一见的是 由于政治上的因素 像在缅甸 阿富汗 这样的一些国家 人们很难 接入互联网 而且呢 互联网的上网费 也非常昂贵 平均意义上的年轻人 在这些地方 是上不起网的 能够接入到互联网当中呢 就能够让人们 获得教育资源 被赋能 而且呢 获得信息 了解到 全球事物 也能够帮助年轻人 参加到 能力建设的项目当中 比方说奖学金 计划 同时呢 能够和全球地区 和本地的各种社群 去接触 能够让大家 围绕着共同的目标呢 一起去 努力 但是 当这些年轻人 上不起网的话呢 上不起网的话 他们就会被 甩在后面 这也就是 我想强调的 一个现象 年轻人 在 年轻人 往往都是活跃 活动分子 比方说 言论自由 和 数字权利 但是 如果不能够让他们 有效上网的话呢 他们也不能够有效地 去宣传 这些议题 人们就听不到 他们 发出的声音 但他们 说的话呢 也并不是 政府都 他们国家的政府 都喜欢听的 比方说 在世界上 很多 地方呢 政府是支持年轻人的 也有很多地方政府是压制 年轻人去发声的 为什么 但是对年轻人的压迫 压制并不能 包括各种各样的形式 比方说当年轻人 在网上发声的时候呢 比方说谈环保问题的话 就会对他们去追究 刑事责任 这也是我们碰到的挑战之一 另外呢 年轻人 需要得到 像RGF这样的组织的 更多的支持 来共同推进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并且呢 打造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互联网 这样的梦想 感谢你代表年轻人的发声 让在座的各位呢 都能够听到代表年轻人的声音 刚才呢 也讲到了 既讲到了 生态危机 也讲到了非常重要的 其他的问题 这就是让我想到 联合国儿童权力委员会 有一个总评的文件 叫做总体意见的文件 其中有一条呢 就是对于年轻人的上网活动 不能够去将之 行事责任化 还有特别是 第26条呢 也讲到了环境问题 对于儿童的影响 第26条建议呢 是几周前 四周前通过的 接下来呢 我想请上下位的 发言人 90秒不是90分钟 给你一分半 不是给你90分钟 WC 来自于DC environment 大家的讨论都非常深刻 但是呢 我想补充一点 既有人权 也要谈人的责任 我们 必须要推出一个 以行动为导向的 政策文件 也要去多谈人的责任 比方说 如何增进环境的健康 在我们的讨论当中呢 我们光要讲权力 也要讲责任 我们要利用互联网 这样的技术工具呢 来教育 学龄的人群 我们的下一代人 他们 应该在可见的将来 如何让我们的世界 变成一个 移居的 星球 我再次感谢 给我能够在如此重要的 IGF的论坛上发言的机会 谢谢 谢谢 还有 Dynamic Coalition of Jobs 动态就业联盟 我想讲一讲 Digital Health and Jobs 我刚才讲过 就是数字健康与就业 接下来是 Dynamic Coalition of Children 儿童 动态联盟的代表 儿童权力吧 讲得更加确切 一讲 就业这块 刚才您讲过了 非常感谢 给我发言的机会 也非常感谢 刚才您代表 年轻人 发声 我也非常高兴 看到会场里面 做了很多年轻人 我是代表 数字环境当中的 儿童权力 动态联盟 刚才 我们的这个动态联盟 是建立在 一系列的原则 和第25个 关于儿童权力的 建议的基础之上 也感谢 其他的DC的发言 动态联盟的发言 让我们看到了 我们作为 这个动态联盟的联合体 我们能够做哪些工作 从我们的角度来说 来确保 在技术的环境当中 我们能够更加 充分的理解和保护 儿童权力 对我们来说 我们也非常振奋 能够成为 也能够让IGF 给我们这个机会 帮助我们听到 来自于南方国家的 青年的声音 和儿童的代表的声音 谢谢 谢谢 Amy Agentra 她是就业 和数字健康的 动态联盟的代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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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下午好 线上参会的上午好 晚上好 非常感谢IGF 给我这个机会 给我们那么多的DC发言的机会 今天我们发布了 四个报告 我们的动态联盟联合体 做了大量的实质性的工作 这是 关于打造就业机会的 就是用技术来促成就业机会的 目前世界上的规模最大的一个项目 我们做这个项目 是和数字化时代的人权 这个主题息息相关的 所以我们从事的这个工作 九大行业的就业前景研究 会非常有帮助 这也是我们在亚迪西亚北巴 去年做出的承诺 这个报告我们曾经讲到发展 在发展的过程当中 生物多样性在丧失 而且会带来严重的环境问题 如果这些趋势不得到扭转的话 那么我们将会出现 就像此前的疾病大流行一样 会出现精神疾病的大流行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也推出了这个报告 叫做2022可持续的数字健康 涵盖了38个国家 是数字健康动态联盟来做的 我们有3个80% 80%的人健康服务足足 80%的人支付不起他们的健康幅度 80%的人有急性病 就在3个80%当中 3个80%我们需要有解决方案 然后最后一部分是互联网和就业 六大洲的75个国家 涵盖在其中 在互联网和就业的动态联盟当中 我们看到互联网能够发现 很重要的作用来创造就业机会 而且同时这个报告也告诉大家 动态联盟做了大量的基础性的工作 在思想领导力方面 和推动实质性的进展方面 做了大量的工作 谢谢大家的听讲 谢谢Rodranger 给我每个人都发了个礼物 谢谢 就是那个报告 我把这个报告很快的翻了一下 而且呢 我们除了有我手上拿的这个报告之外呢 我们也会向大家提供线上报告的链接 好 我们还有没有发言的DC了 这个动态联盟是都讲过了吧 每一个联盟是90秒时间嘛 如果还有没有讲的 请到麦克风后面来讲 如果没有尚未发言的DC的话呢 我们就要开始接受现场 听众的提问了 你们可以把问题提给 任何一个DC 以及呢 刚才做了报告的 任何一个DC 你要想加入的话 也可以问他们怎么去加入 我们的目标 是要让这段会尽可能的能够具有交互性 所以呢 很有赖于大家提问 评论 我们也可以请线上的参会者 来评论 提问 都欢迎 我有两个在线的问题 一个来自于卡麦隆的Messaging 他说 我们能够使用什么样的策略 来提升 已经建立起的国际规范的适用性 并且呢 在日常的责任的旅行当中 又有哪些资源 可以去帮到他们 能不能请我们的任何一位专家 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 我再来归纳一下 标准 我们有一个叫做 Dynamic Coalition Standards 就是关于标准的动态联盟 那谁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线上提过来的问题 我可以补充一下 在动态联盟的体系之内呢 物联网领域是有标准的 那么这样那个物联网的标准呢 能够让其他的很多方面来吸纳这样的标准 提升透明度 提升互操作性 能够形成对于行为的预期 也就是消费者可以接受的行为预期 这是一项具有关键意义的工作 在我们促进的良好实验的价值观当中呢 就包括了制定标准 遵守标准 对 标准是一项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工作 Mohammed是有要补充的吗 关于标准 是的 很快的补充一下 我们有可获性和帮助失能人士的动态联盟 现在已经进入了2.1版本 在我们的指南当中 包括我们的在线的平台 手机应用 都要让这些残障人士 能够轻而易举的用上 所以我们的这个动态联盟呢 也鼓励广大的开发者 按照我们的这些有助于残障人士的标准 去开发这些应用和技术 好 互联网之父 Vint Serf 很荣幸你也来提问 这个问题是提给 史别 或者是在座任何一位 想回答的都欢迎 就是我的问题呢 是关于要增进我们的能力 来打造越来越多的互联网 就是可以好用的 可用的互联网应用 也就是说你打造出了标准 但这些标准不一定很好用 大家对于 Academy 可能有一些人是知道的 这个学院 他们做的一项工作呢 是让那些残障人士来帮助我们 特别是帮助软件的开发员 线上程序的软件 开发员呢 能够从一种直觉的角度 理解如何去自动的实施 有助于残障人士的标准 也就是互联网程序的可用性 也就是说我们要举很多的例子 怎样设计是行得通的 怎样设计是行不通的 对于残障人士来说 而且把这些道理说清楚 这样能够帮助编程员 他们能够在直觉上 就懂得在开发技术的时候呢 如何让残障人士呢 可以轻而易举的使用 比方说对于一个屏幕读取器 如果你不知道是怎么用的 那你又怎么能够开发出一个 好用的屏幕阅读器呢 所以呢我们也要增进 针对有利于残障人士的应用的 开发的能力 这样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好 感谢Winsurf的发言 我刚才正在想这个呢 也就是说呢 我们必须要进一步的增进能力 而且呢要走出我们的狭义的领域 就是因为每个DC专注的是 一个具体的领域嘛 我们要从一个更广义的角度来说 去促进能力建设 能力建设呢 要想进行能力建设 你需要有增加你的人力 那么这些人呢 他们本身直接就会受到 这种技术的影响 我们要让他们参加进来 那在开发的周期当中也是一样的 今天呢有一些技术 是能够让残障人士 能够来学习计算机科学 软件工程和软件开发 和其他类似的技术 所以从一个层级来看呢 我们必须要鼓励残障人士呢 也加入到这些领域的工作当中 来学习这些方面的学位 在这些领域当中呢 也参加到工作当中 那么这样呢 无论是大三学生 大四学生 还是专家 他们就能够知道 你们这个人群有什么样的需求 另外一点呢 这个人群的参与呢 就能够让开发者呢 获得更多的关于残障人士的需求的知识 这样让没有残障的人士呢 他们也能够充分的知晓 让技术变得具有可惑性 或者是缺乏可惑性 对残障人士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有的时候呢 仅仅是一些物理性的要求 比方说当人们不能够阅读 或者是获得一些内容的时候呢 我们只要做一个物理上的设计 就能够满足了 另外呢 在有些情况下呢 根据美国的法律当中的508 Section 508 是必须 就是美国政府 或者是有关国家的政府呢 必须在法律上有责任 要让一些平台和科技工具呢 必须要能够让 能够为残障人士所用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辩论 我们可以持续不断的讨论下去 也感谢VintSurf 刚才讲了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开发这些技术的开发人员 他们必须要能够理解这些标准 Mohammed 你的时间到了 我们有这个计时的机制 这样呢 让大家都能够畅所欲言 我不好意思 我打断了你的讲话 但是我想给更多的人发言的机会 而且对于你刚才的论点呢 也给别人一个回忆的机会 Lisa 现在请你讲的简短一点 在这儿呢 我也从一个教育工作的角度来说 来谈同样的问题 因为呢 我们也是深度的在教育体系当中 在做同样的工作 比方说 我们在教育资源的开发当中 在帮助教育工作者提供这样的教育资源 我们不光要在软件开发当中的满足这个需求 如果教育工作者也能够在创建教育资源的时候 在第一时间就能够在编写教材的时候 从最基层的角度呢 就能够去想到残障人士的话呢 就会让整个开发过程更加简单 在我们的教育体系当中呢 可及性 其实呢 就是要看你如何能够去关照到他们的需求 你比如说化学课上 怎么样摆本书给到一个同学的手上 而不是说 这些资源 它生下来就是可获取的 创造出来的就可获取的 不是从它创作的角度和资源的角度 而是可及性的角度 下面再讲讲就是 学习的这样的通用设计 因为在美国和全球呢 我们都应该就是考虑这个残障 应该是整个都要全面的通盘去考虑 不仅仅只是设备而已 特殊的设备 就是你要拿什么设备给它 而是说是你要给它提供什么样的资源 我感谢能够让我再发言 我想要强调 刚才Shabir强调的一点 就是我们有两名聋哑人 是在Google那儿工作 然后呢就是在手机上给大家做这个实时的字幕 现在呢是一百多个语言都可以用 然后还有呢就是YouTube上面的这个实时字幕 也是有残障人士他们牵头做的 所以说其实这些聋哑人士他们是有这样的技能 能够帮助我们打造这些新的应用的 我刚才强调您强调这一点 我们重点看的是资源 而不是说是只看设备而已 大家的讨论非常的热烈啊 我很高兴就是我们现在二十多年 就是我们的原则出来了以后 我们现在依然还是非常有活力啊 非常的积极关于这个话题 还有我们在Zoom上有一位嘉宾发言 下面再请Mark来讨论标准相关的问题 感谢我想要回应一下标准 我完全同意刚才大家的发言 现在我们比如说到了IoT的这个阶段呢 标准就很复杂了 要区分开消费者的IoT 它主要是在开放式的互联网上的 可能就是有更多的IP的流量 还有工业互联网 那它可能会用一部分的这个开放的互联网 用在包括那个车联网上面去 通过这个WiFi来连 那这些可能叫使用不同的标准 另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标准 所以这个整个架构是非常复杂的 这是第一 第二对于人工智能的期待 我觉得呢我们应该是要有些互操作性的标准的 因为它其实也是挺复杂的一个情况 因为有一些智能性的应用 你比如说深层式的这样的LLM 那它其实是有很多问题的 包括偏见等等 但它现在也是慢慢的是在跨越 他们遇到的一些障碍 一步一步的在解决 然后你看到现在的自动的翻译 这些方面现在都在进步 我觉得大家是可以要记住的 现在这样的一种多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形式 确保大家声音都能够被听到 这个系统要想做好呢 叫做尽可能多的去做案例研究 就这样才能够确保我们技术专家等等 就是包括残障人士 包括等等的理想官方都要共同参与进来 你当然也可以让这些设计的师 他们做他们的设计 但他们要有更多的决心 比如说像政府来设立标准 把这个技术的标准能够设定出来 让他们去遵循 让更多的声音也能够被他们听到 下面有请下一位嘉宾 现场的观众 谢谢Marcus 我叫Markova 我给IS3C提供政策建议 我们也是一个动态联盟 已经有三年的时间了 IS3C 这是我们主要是关注互联网的安全的 还有标准 就如果说现有的标准 没有在互联网上 互联网的生态系统上 得以实施的话 会发生什么 我们有很多的工作组 第一个是关注设计安全 刚刚发布了一个报告 里面去调查了世界各地的政策 跟IoT相关的这些政策 标准等等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再去进一步的去 看如何让IoT更加的安全 我们还有一个工作组 是关注教育和职业培训 方面的不足的 就是关于网络安全标准的这个话题 我们现在想要打造一个 网络安全的一个中心 这样能够让行业和教育的专家 能够来共同审视这个问题 看一看是不是有可能 打造一个网络安全标准的 这样的一个数据库 或者标准库 这样教育增加可以用 另外还有一个工作组 就是能够促进标准的实施的 公司部门的采购和公员联的管理 这个工作组现在开展的工作呢 证明了很多现在的采购的合同 它里面并没有讲清楚 网络安全的标准 而政府呢 它可能就只是说 你要去买设备 买网络的应用 里面并没有具体的 去规定 买的东西 需要遵循什么样的安全标准 我们现在还在推出 组建一个新的一个工作小组 关注RPKI ONS等等 就是为什么这些标准 还没有得以实施 我们希望呢 可以打造一个有用的工具箱 这样能够帮助制定好的 网络安全的标准 这样呢 让网络的立项官方 采购方使用者 用户等等 都能够从中受益 我们也会推出新的 把工作流 把网络安全的标准 能够更多的 让大家知道 促进线上的安全和安保 实现 事发目标 你知道可以提高 有韧性的 坚实的 安全的基础设施 这样能够支持 医疗界和 法律 和金融的安全 可以支持很多的 执法目标 我已经超过90秒了 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工作 实在是太丰富了 我可以评论一下吗 可以的 30秒吧 为您鼓掌 就是要打造一个 网络安全的 这样的课程 已经有 同事在做这种工作了 请一定要开放 这个教育资源 因为很多人 打造这方面的 课程的时候 就变成了 商业的产品 和私人的产品 我们希望 这个是 可以免费使用的 这样网络安全的同事 他们其实是 非常欢迎 您刚才讲的 这些专业经验 可以从中受益的 非常感谢 很高兴 现在我们的人脉 已经开始建了 我们DC之间的 这个合作 Mohammed刚才 讲到了 联合国的 508 里面就讲到 这些标准 它如何影响到 公共采购 那你是不是可以帮我们 再讲讲 这个508 它的这个做法 如何可以 用于安全标准 和采购 我们还有一个问题 是现场的嘉宾 在排队 有请 我叫 Nora 来自 印度尼西亚 从 网络 图书馆的角度 跟大家提供 一个见解 现在图书馆 是希望 能够 给公众 能够 获取 信息 帮助实现 事发目标 而且是在 之前已经有了 价值观的基础上 来这么做 我们现在呢 是希望能够打造一个 更加结构化的 更加有力的 更能有说服力的 这样的一种方法 带来积极的影响 保护相关的权益 尤其是要让大家 能够自由地 获取信息 所以对我们而言呢 对于图书馆而言 我们就是希望 让能够在当地 通过图书馆 把这些信息 免费地提供给公众 当然呢 我们也在提高 大家的认识 在打造战略 同时呢 是紧迫地 在采取行动 我们 也要 就是眼睛紧盯着 持发目标的实现 谢谢 谢谢图书馆 一直都非常积极地 参与我们的活动 我们专门有一个 图书馆的 一个动态联盟 我们的协调员 他专门就是 这方面的工作的 他待会儿 接书的时候呢 也会讲讲 这方面的工作 好像还有一位 在排队 有请 先自报家门 再发言 我来自日本 我是做远程医疗的 毕业于大阪大学 学医学的 我非常的同情 成长人士 尤其 我们知道 这个事故发生了以后呢 我就开始学习 在日本的这个复原 在日本 有很多人 日本的很多残障人士 都有身体 或是智力的残障 问题 三分之一的日本人 日本的人口 都是老龄人口 有这个老龄痴呆的问题 我们如何来弥合 这个数字 鸿沟 尤其是这些残障人士 帮助老年人上网 感谢大家 非常感谢您的发言 感谢 线上有人想要发言 Belling 请 发言 还有一个线上的 嘉宾在举手 Vinish Benning 想要发言 对不对 你在举手 对吗 还有一个问题 Monica 提了一个问题 DC的这个工作 如何被行业和监管 当局理解 如何加大影响 包括人权限章 还有互联网的原则 怎么样 提高他们的影响力 我先讲吧 因为你在DC方面的经验 比我更多 现在我想说 很难代表所有的DC来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有些DC的工作 是跟研究相关的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 在这个议程上面的这些内容 而有一些呢 主要是做宣传 比如说关于公共的权限 还有图书馆等等 因为如果不是他们的奴隶的话 他们很多人可能是 获取不了这些信息的 Mark 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我觉得所有的这些DC 它很难找到一个 最小的公约数 很难找到这个共同点 因为他们的工作内容 都是非常多元化的 刚才我们听到很多的原则 很多呢都是 非常务实的 你比如说像我们残障人士的 这个都是采取的切实的行动 带来切实的效果 很难去评估 尤其是对我 这个关于可及性和残障人士的 这个DC 刚才穆罕默也都在讲 他们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而且在继续产生影响 好像还有一些嘉宾 可能有话想要讲 跟我们分析一下您的亲身体验 或者说是您在这方面的意见 有没有人想要发言 我试着回答一下吧 我在这儿学到的一点 就是我们在教育体系当中 做的事情就是如何获取知识 这方面的工作 好像跟咱们的大的对话 跟智力啊 跟隐私啊 其他DC做的工作 是割裂开的 好像是独立的 但其实都是密不可分的 因为我们从从业人员的角度来讲 现在它就是有一个数字平权的一个问题 不仅仅是关乎教育 获取教育权的问题 你要超脱开 全面的来看 带这个问题 你要去看一看 我们如何更多的建立联系 哪怕只是说是在交流方面 我觉得都有很大的潜力 可以对制发目标产生更多的影响 如果我们同理合作的话 Alexander也想发言 谢谢 Marcus刚才已经讲得很好了 这个影响已经很大了 我们必须要 更多的合作 跟行业 尤其是一些领域 方面他们可能从IGF一开始 他都没怎么参与进来 他们当时是派了一些人来参加 也了解我们IGF的结果 这上面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能够跟行业有更多的合作 如果IGF 在未来呢 我们知道GDC达成了以后 然后能够达成一个更加全面的 这样的一个框架 就是来管所有的这个数据化的这样的问题的话 那我们就只能让这些行业 他们就更不愿意来参与了 我们也可以预见全球数字契约 它已经涉及到了三方面的这个内容 包括政府行业和民间社会 如果说没有让技术界参与进来的话 那就没有办法把技术方面的这些知识 就是用到治理和政策制定上面来 那行业和政府应该要产生合力 包括民间社会的力量也要融入其中 这当然是一种非常复杂的一种情况 要这个很多的人呢 他们来参加会议 来了解 所以呢 应该让这个立法部门的人也来参加 好的 谢谢 我想呢 给嘉宾最后发言的机会 就是IGF的未来 以及它跟GDC的关系 您是怎么样看待 这个就是它跟这个全球数字契约 它的关系 这个青年联盟 这个年轻人的代表 我会讲的很简短 从向而上 还有这个多立相关的参与治理 都是非常重要 还有这个GDC 我觉得对这个互联网的未来 非常重要 在塑造互联网 在这个数字化的时代是非常重要的 Muhammad 很快地讲几点 我觉得有个错误的观点 好像增加可及性造福 与这个残障人士 不是这样的 那么任何为残障人做的 所有的东西 其实更多的造福其他的人 有关这个残障和可及的 这个联盟 跟MSD MDG 密疏处和这个MAC 必须跟他们进行合作 是我们的IGF 和其他的论坛 这个开放向所有的残障人士 他们能够参与 而且呢 可及性 讲到可及性 不是说只是针对这个 残疾人的残障人 因为人口老龄化 是一个趋势 所以我们任何的人 在某个时候 都需要这样的可及性 所做的事情 所以呢 现在应该趁早做 否则的话 以后就会很后悔 好的 确实呢 我们是一个动态的联盟 我们跟成员国政府 来打造有关教育方面的政策 不要通过开放的资源 消除或者教育的障碍 作为这样的这个动态的联盟 代表 我们跟其他的那些联盟合作 一起来推动这个事情 我们看一下 这些教育啊 政府啊 这个政策方面 跟其他的联盟 看一下 是否这方面的政策 有一致性 或者哪些方面需要调整 那么青年人的声音 还有这个快速跟踪 我觉得这个问题 是提给我们所有的人的 年轻人 他们天生是有这种能力啊 但是我们也需要 我们 不要等了 不要等一两年的时间 我们现在就应该快速的跟踪 工作的成就和影响 谢谢 看一下GDC 我觉得它还是一种从上往下的 那么一种原则 所以呢 我们这个联盟是正好相反的 所以呢 我觉得这是一种矛盾 可能会出问题 所以要注意 两位报告员 是否 可以非常简短的总结一下 也介绍一下自己吧 我是这个大会的报告员 非常好的 这个会议 有很多的感想 那我想 两个 两个要点 那么 那个能力建设 我们也想要的建设 互联网应该是平等的 可及的 而且必须是 这个以人为本的 而且 我就建立一个互联网治理国际机构 重点放在人权和人类的义务 这一点没有讲 GDC 不能够用孤岛的方式 单打独斗的方式来工作 而且呢 不能光是泛泛二台 应该落实到行动上 Steve 我是报告员 同时也是动态联盟 有关公开准入和图书馆的代表 我想强调两点 我们要解决 这个互联网的承诺 和这个落地 也关于CTG和人权方面的落地方面 有一个差距 我们通过会议 了解我们这个差距 我们需要在哪里采取行动 来填补这样的短板 补上这样的短板 然后呢 我觉得 DC让我们成为进行粉丝 也就是说 联盟是一个粉丝的场合 我们要粉丝 互联网和这个技术发展的方向 然后大家的体验 我们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然后呢 哪些环节是 缺失的 那么GDC 它是一个综合的互联网相关的讨论 那么要回答应该做些什么 这样的问题 所以呢 应该绝对采取 这个从下而上的方式 如果要做到这个点的话 第二点 确保所有的利益相关方 都有参与的空间 那么 所以每个人都参加 你看不到他们的话 就没法谈 Youta 你最后 最后吧 不好意思 我没有时间了 所以呢 那么 就是通过对话和合作 能实现我们想要的互联网的目标 我知道 大家更加 很多人希望更大的参与GDC 这个会议显示了 这个动态联盟的 从上而下的方式 可以为这样的对话 和这个合作提供 很好的方式 好的 也就是说 一方面 从上而下 从上而上 要综合 感谢你们的参与 感谢大家的参与 所以我们一起来感谢一下 我们的嘉宾 会议结束